百物上涨 但是如今以食鲜吃一顿饭 再也不是天方夜谭 槟城佛罗山贝一家餐馆 从去年开始以优惠价协助食客减轻生活负担 食客只要在店内享用餐店 就可以以区区食鲜的价格 享用黄浆饭或是番茄饭 而且连一些有糖饮料一律都只卖食鲜 深受顾客的欢迎 经济不景气 物价水涨全高 但是只要你的身上有食鲜 那来最佳餐馆吃饭不成问题 最佳位于槟城佛罗山贝的餐馆 只要在店内享用 那黄浆饭 番茄饭和彩虹饭 每碟一律叫价食鲜 而且一些饮料如橙水 葡萄水 同样也是以食鲜的价格来出售 非常划算 37岁的老板伊布拉辛感叹 百物上涨就连自己外出用餐都能省则省 为了帮顾客减轻生活负担 伊布拉辛一开始 是推出免费饭和免费饮料的概念 但没想到却有很多人 不好意思免费用餐 因此他之后决定推行 食鲜饭食鲜饮料的优惠 看看餐厅的人潮 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实鲜的魅力 老板不怕亏损 以大胆博利多销的方式掀起话题 也守住食鲜的胃 老板希望借助小力量 帮助顾客减轻生活负担 民众也负得心甘请愿 吃得开心 便宜吗 又好吃 钱庆很多 为什么 省哦 因为我们现在是打工仔 也不能讲工钱不多 就便宜又帮助很多学生省很多 伊布拉辛自父亲离世后 接管餐馆生意已经有15年了 他从不担心亏损 他相信自己以优惠价格 加上不偷工减料 自然可以留住顾客的心 让餐馆的生意越做越好 NTV7 槟城 财富宝道